不同以往火柴河的美觀設計 明倫社宅是台北市長柯文哲任內一手打造 對柯文哲別具意義 從設計規劃到興建到完工到入住 全部都是有任內 這是第一座 所以他有他的時代意義 有好成績但也有批評 為了搶救台北市的觀光旅遊業 台北市宣布從12月到明年3月 補助20萬名自由行團體旅客到台北市旅遊 卻有議員質疑根本是超厚部署 這個紓困我們還是要精確的紓困 我們目前發現這樣真正有受傷害的是 輸租那個房間的旅館 也特別是在過去在做國外旅遊的 在說國外旅客的旅館是直接真的有傷到 所以我們在整個設計就是說 我們要補助該補助人而不是大傻逼 不認為政策慢半拍 可能也是因為民調給了柯文哲信心 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最新調查 六都市長裡面 最不受歡迎的是高雄市長陳其邁 柯文哲不再敬陪莫作 這不干我的事 不過是這樣啦 我們至少我們台北市客觀指標都是遙遙領先 哪怕民調大風吹 柯文哲繼續專注做好市長的工作 來了 你好 거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